买了几颗草莓苗回来 准备现在把它种下去 3块钱一颗的草莓苗 然后买了20块钱 老板给了8颗 就种在这个盆子 今天挖草莓老板还特意给我 多弄一边图 这样子很重一点 种下去就好了 种草莓的时候 要让草莓到时候 要能掉出盆边上去 这样子草莓就不容易烂 不然草莓要是掉在土里面 就很容易会烂掉的 所以说草莓的这边 向着盆边比较好一点 中一个盆子 种四颗 草莓其实很好种的 种几颗就有的吃了 去年我种了六颗 基本都没买过草莓 只买过一次 草莓要更深一点 因为它的根很长的 买草莓苗一定要去那个草莓圆买的 比较好一些 它很快就长草莓了 而且能长很多的 这种都是嫁接过的草莓 如果网上买的那种 很久都不长草莓的 而且那个草莓长得很少 很小一个 草莓圆买的这种草莓苗 我去年就是在网上买了几颗 长了很久才长了几颗很小的草莓 又不好吃 然后这个在草莓圆买的 这个草莓就长了很多 又长得大个 这样子种下去 估计一个月左右 它就有草莓摘了 这个草莓一定要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这样子草莓会比较好吃 而且草莓也会长得比较漂亮 再一个就是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这样子没什么蜗牛 不然的话蜗牛很喜欢吃这个草莓的 而且蜗牛都喜欢在那个阴凉的地方 蜗牛还有那种叫什么 鼻涕虫啊 都喜欢吃这个草莓的 看看这一颗已经要刮了 马上就要长草莓了 草莓是一直从这个这个心里面陆陆续续的 不停地长草莓出来 看这里就已经有很多这种花苞了 都是从这个心里面长出来的 然后它会陆陆续续的一直长 重新再开始长 一直长到明年四五月份都可以 有草莓栽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了 先把它浇清水 整天再把它盖一下 再用这样把它盖起来一下 因为现在太阳很大 而且很三皱 这样子盖个三四天 这个苗就完全成佛了 到时候就可以浇一些维料 很快它就长了 是草莓了 这样子盖三四天 然后草莓苗就会完全成佛了 到了一个星期之后 就可以浇一些肥料 这样子很快就会有草莓吃了 想吃草莓的朋友 也可以跟着这样子种一下 自己种的草莓要放心很多的 那个草莓园的草莓 要打很多很多药才有的草莓吃 而且他们还会打一些 极树药 然后长得多长得大 自己种的草莓就没有这些情况 好了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